埔里围形产业园区所出售的土地 地平过大且售价过高 对有意购买的厂商负担相当大 对此先议员王彩云 也希望建设处能够重新规划 围形产业园区土地销售的方案 村的土地都太大地 都有1500、2000百 不过这1500你够9万 就要一万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负担 我们是要为到官民 要为到我们这些厂商 我们不是要做贪钱 我们不是完全要来贪钱 所以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顺利把土地销售出去 让我们的企业顺利来建房 带动了整个的就业 还有一些商机 这是最重点 而先议员简俊廷 也针对九九峰生态园区开发议题 要求观光处要加快脚步来执行 避免等临近的鸟嘴潭 日后被列为保护区后 因为环品问题 导致草屯生态园区无法开发 九九峰这个恐龙生态园区 我们现在要搭四年来 只能说这个恐龙生态园区 可能我认为要做的机会较少了 但是自焦不利的规划里面要更快 照顾要更快 你搭我看你的工作计划里面 到现在都还在送五何九州 四年了 搭真正这个工作步调 划算过程 我希望朱雀峰快点 你要快点规划 不断车水分 做成后 你要通过环保几乎不可能 对于县府在日月坛所建构的 游艇工油维修上架场 县议员谢明某也对日后营运规划 向县府提出建言 划能因此减少游艇业者的负担 我们这个上架场 我们的进度如何 我们上架场如果进攻之后 我们的收架又如何来论定 有点要跟次长 跟你一个建议 我们让官方做这个上架场 第一个 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安全 第二个要节省业者的开销 我希望我们官方 政府絕对不是因为设置这个上架场 要来赚钱 我们不要以营利为目的 以服务为优先 在本日定期会总质询议程上 众议员们为了指县内多项开发案 能够更加完善 也都纷纷提出建言 盼县府能够给予重视 并加以改善 使南投县发展更加进步 记者卢宇凯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